说的这种饭 比如说跟朋友在一起吃饭 是大家就快乐 是吧 但是实际上 当咱们说饭局这个词的时候 你知道我在网上一看 我才发现这都全是人情世故 这是一种 这是个战场 因为很多专业术语 我头一回听说 你知道吗 就说一个饭局 有局主 就是什么局 局主 还有局经 还有局托 比如说这个局主 就是今天你是我们主要的标的物 今天就是要把你搞定 你坐在主位上 你这就叫局主 局主知道自己是局主吗 有可能知道 有可能不知道 然后这个局托是专门请来的 这局托专门就是这个什么 调解气氛 查课打魂 又能喝酒 把气氛弄开心了 对吧 然后这个还有什么局经 局经就是局托的局托 它还有很复杂的系统 它负责补漏 就补这个局托的漏 最后还有局奴 局奴就是来买单的 这局奴 这个好 这个好 我想想我又当过多少回局奴 这就是工作饭局 对 就是饭局其实有很多种 就比方说 还有相亲饭局 比如说 相亲 对 这个叫 对 有各种工作饭局 地域不同 饭局也不同 上海饭局和北京饭局 完全不一样 上海的饭局 比如说我去上海 我想通过您找道长 吃顿饭 那你肯定当时说 我问一问 然后问问他 然后说哪天有时间 然后这个就成了 当场不会答应你 对 北京的饭局是这样的 他不让拍这个麦吗 就是 闻到我熟啊 昨天我还跟他在 我让他什么时候来上 这叫他立刻了 你来吧 来吧 对 来了 今天太不巧了 他在另外一个地方 有个局 要不然咱们要吃到 三点钟以后 他能参加 不是他明天 太像了 第二天发现 还没来 说今天他病了 确实不能来 说你还能再等一天吗 再等一天 我肯定跟你约来 第三天 往这一坐 两位闹多傻 你为什么要跟他吃 这个菜就北京的 这个 这个就微妙微笑 微妙微笑 你这我还见过一种 就是这么一饭局 经常就是有这个 你开始我没弄明白 然后我一拿起电话 那边就也是一个 半熟不熟的朋友 是吧 那在纽约呢 我说我没在纽约 我有一次就不接这类电话 这你对啊 最近我认识一个特有才艺美女 她可以上你节目啊 你不是上次还让我给你推荐吗 什么呢 等你明天过来啊 你说我根本不是他在说什么 你说什么 就是表演 就在我隔壁 就在我隔壁 对对就在隔壁 表演性 对对对对 对然后这有时候就说 哎你跟他说两句 你跟他说两句 对对对对 你好啊 行哪个 哈哈哈哈 我说你就知他那边骗姑娘呢 是吧 哈哈哈哈 但是你觉得这东西 你笑成这样的 哈哈哈 亲身经历 是吧 亲身经历出来了 你还知道老男人的厉害呢 哈哈哈哈 这没经历的 他就突然好笑 哈哈 我都遇过好几回 嗯 太多了 哎你说你现在就男人一般都是给你买单的 对不对 嗯 中国吗 都是这样 我不喜欢让男生买单 所以一般都是我买单 就是我因为我就是一般都是我点菜 然后点菜 我说哈哈哈哈 对然后我就说那因为我不喜欢让别人买单 我就说有这样的吗 对啊 然后我就说那我们拆价格 谁拆的价格准谁买单 然后因为我一般我点菜 所以我大概就拆价格就我点 你们是成年人吗 哈哈哈哈 还拆价格 这我不喜欢让对方买单吗 对 你你知道我前一阵去日本 嗯 我说起来呢 也好像说是假的 嗯 但是呢 这个我身边就有日本的男的这个留学生 嗯 他就跟我讲 我很难理解 嗯 他说啊 他说日本的这个女孩子啊 他说一开始我也给闹晕了 嗯 他说我请她吃顿饭 嗯 就他就在他看 看来你给他买了单呢 嗯 这是大件事 嗯 甚至就表示啊 你要跟我这个处朋友的 对对对对 啊 你要我买单了吗 对对 这我们俩就这么不得了 嗯 然后呢 就说这日本这女子还挺有意思 就说哎 你他觉得你请来吃顿饭 你买了单 嗯 他就心里也觉得他好像至少是跟你要往男女朋友方向发展 嗯 但是呢你跟他发个微信的三天不回嗯 发信息三天不回就后的时候我说为什么他们三天不回啊 他说你看中国人这个谈恋爱啊 那咱们联系的没完没了 嗯 他说日本这个女孩子啊 我你给他发个信息 他呢 不但不回就 而且呢你三天之后你再看他那个手机啊 嗯 那个未接未回信息他没点开过 哦 他说因为呢 我说为什么 他说他们就是哎 跟你见了一个面 嗯 然后呢大部分时间还是自己待着 嗯 可能平常忙于工作 然后呢就是他认为他要是当时点开了嗯 他就答应了是个负担他就有义务 非常要有义务去哎这是个怎么事 其实我马上回应 我就觉得日本人是一种就有点拿着鸡毛当零件 就他事看的特重哎呦就回 所以必须三天之后有空了 哗一个一个想好了就回 有的时候两口子 嗯 约会了三四回几个月间就结婚了 嗯嗯 哎后来我说这可能吗 对 但正小旁边有个日本女孩说你说你是不是 这日本女孩说哎 哎是这样啊 嗯哗哗说为什么当天不回呢 他说好像我们就对不会觉得马上就要这么回 嗯就很郑重的 对因为因为他们觉得呃回答人家一件事 是要很慎重的一件事嗯 所以平常他们答话都特别喜欢就是很轻松的 嗯就比如说呃很随便就比如说呃 你问他这个有什么意见 他们说呃看来不坏 但是这个意思其实就是不太好不太好就先拖着再说嗯 但你说到请女孩吃饭我觉得还不如跟欧洲那些有时候更麻烦 就中国人但是在在中国我觉得没有饭局解决不了的事情解决不了的话就两顿饭局 对对对对对对自然这样的尤其是这个相亲这个这种事情基本上到饭桌上基本上必然搞定 起码能混得非常非常熟悉 我做过很多次这样的红娘 成功率不是特别高 但是他们肯定会有交往 不会像日本的 但是也有人就是他比较谨慎 比如说你全永泉叔叔 写悬崖的那个编剧 我给他介绍过很多次 他太爱喝酒了 就是到了比如说 我们接着换一个地方 我们要接着再喝一点 然后你呢把姑娘送回去 不不不 你们去哪喝酒 我跟娘在喝 所以这样的就太困难了 我的天 那您说就比如说这个饭局 我有时候真觉得就有时候 不管是办事的 还是说什么 你只要能把这个人吃到 好像对于中国人来说 确实认为 能约到吃个饭 但我不明白 这事都有原则性的 怎么就约的 吃个饭就怎么了 就能解决什么问题 起码怎么说呢 面对面了 但是在平时的场合里面 可能都是特别正式的场合 或者说不能 有些话不能说 借着酒劲 可能能够说出来 让人就可信度 往往会更高一点 所以组织饭局 永远是最难的一件事情 难在哪 难在你比方说 他们文化人吃饭 谁跟谁也不对付 还不能在一起吃饭 我真的有一次 我从前在老男人饭局 我是组织者 大概一年多 我后来就坚决就辞掉了 我真的看着一个人 就是这样吃饭 跟在他隔壁的人 就这样吃饭 吃了一晚上 就是为了表示 跟旁边的人不理 更糟糕的是导致我直接卸任的是 我把一个哥们的三任女友 给请来了 组织到了一个局上 我不知道你们文化界这么乱 你知道吗 他们就真是太乱了 所以我就很不止于这个 这个后来 包括后来进来的人都 然后那当时怎么 局面非常可观 什么局面 什么场面 后来有一个女孩还哭了 当场还哭了 还叫做一大 就是一大 其中有现任女友吗 有啊 他带着现任女友 同台啊 对啊 我天哪 哎呀 您真能解释 就是我 我是一个特别不八卦的人 我就不知道这个 这个过去的历史 这个 我就觉得 就是说 在北京做人 我有时候会觉得有点累 你知道吗 因为我觉得 我得保持点聪明劲 保持点机灵劲 有时候相比之下 你看他们讲 比如在深圳 就好像就比较轻松 大家好像彼此之间没什么事 在北京 我老觉得 我得比在香港 或者在哪 好像得聪明一点 因为的确 就这里边 他跟他不能见面 他跟他不能见面 你比如有一次 我们一桌人吃饭 就有个 你看美国 好莱坞来 这么一个华裔的女演员 其实美国人就挺愣的 你知道吗 他会觉得 大家都是朋友 接了一个电话 说我们这都 谁谁谁谁 可能那边就说 到我们家来玩吧 好好好 吃完饭就去 就替大家都答应了 结果最后 吃完饭之后 走了一大半 只有他一个人 你们怎么回事 然后后来 这旁边一个老者 就跟他说 说你这美国回来 你不知道 这北京这地方 不是谁都能见谁的 有些人是 跟他是不对付的 他是根本不能 就是说 你必须保持你的情商 你必须保持 你真是得是人精 就是你得查人于危 就是他跟他 有时候两个人神色之间 你都能感觉到 两人有点 这个你当作家的 你没感觉没这情商 我不参加饭局 因为我不参加饭局 我都在家吃饭 所以我就听这个饭局故事 我就特别快乐 就好像我参加过一样 因为我参加饭局 我也是吃饭 所以好多人声称认识我 但是就可能在一个饭局上 但我就吃吃完就走 是这样 所以我就担任我特别喜欢 听这个故事 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作家 吃饭的地方 是了解人生的非常好的地方 都带我去 除了这种饭局 和饭局相对的就是一人食 我特别喜欢 我也是 我特别喜欢一个人吃饭 就听着旁边的人聊天 而且去不同的地方 立刻你就知道了 只要一谈政治的肯定是北京 对 就是你谈生意的 上海 浙江 对啊 对啊 就是股市啊什么的 肯定就会是内面 而且我觉得中国人呢 有些地方真的是 你比如我挺尴尬的一种 就是求人办事 你看这顿饭呢 其实一句话都没谈 大家心里都放着这事 但是就是忽必弹者 有时候说 往往是到最后快买单的时候 是忽不住了 再说那么两句 有时候我觉得这种你看 但是好像就是说这 你刚刚坐下就说这个事啊 太不礼貌了 太不礼貌了 就叫不礼貌 一直都在 大家一直都在胡扯 但是呢 你说这种饭局我就觉得挺没劲的 就是谁心里都明白 但是饭局最能看到人的性格 就是就像下筷子的这个速率 看不看菜 看多久 是都都是考验人的 如果是看呢 如果是怎么多久表示什么 就是这个人肯定很挑剔 他看哪一块 哪一块是腿 哪一块是哪一块是尖 哪一块是尖 哪一块是尖 对对对 沈松门以前当过土匪嘛 他就是说以前就是说这个吃鱼 就是绑架来了孩子 饿三天 然后给他做一条鱼 他如果吃这个鱼背 你的肉 挑大块肉吃 就放了 穷人孩子 如果他上来就挖鱼肚子 这个得扣几天 如果他上来就找腮帮子的时候 鱼头 第一块子就是这个月牙肉 这个他家里不倾家荡产 他肯定走不了 因为他是家里面最受冲的 对 你说这个我倒还真想到 那天我跟一个朋友聊天 他在这个中国呢 就是做一个算是服务性的一个行业 对吧 他就很有一个感触 他说我做的在讲究 我做的再好也没有用 他说就是他觉得中国的客人们不太在乎 你明白吗 就是他说有时候我很精心的设计了一些什么东西 但他体会不到 他做的是西餐 而且大家不赞美这个食物 就很少有这个饭局是大家就是 除非是朋友的 就其他不赞美食物 就这个跟我在日本吃饭挺不一样 就在日本吃饭 就不赞美这个食物是一个非常少见 人家很怪的一件事 他做西餐吗 对 我就是 准确的说 真正的美食家需要三代 我们吃饱了饭才不到三十年的时间 这个可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呢就是 什么样的 就是我经常会接到这样的问题 就是说 我们中餐 这个独步天下 就是比西餐高明这么多 对啊 就是所有人会有这种误解 不知道高到哪里去 对吧 其实 有挑剔的顾客的时候 才会有好的美食 对 而且 我们都太 你从 中国来说 北方人太随和了 太不挑剔了 太宽容了 做的差一点 就这么着了 但是 南方 我在北京 比如说我去东北 朋友请吃饭 说去哪吃 那就是去哪 大家都特别服 我要如果去广州 比如说 别人说一个地方吃饭 就别人就激烈反对 那个地方哪能吃 再再换一个孙免 再说一个地方 也会被很多人骂 就是你就觉得广 广东人特别特别幸福 他有太多的选择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胃口 就像一个少妇 站在六柜子 那个衣服前面说 连老板梦迷 就没衣服穿 就这种幸福感 这个 所以你就看 美食在广州 他不是说实在北京 其实北京是那么 这么多人 汇流的一个地方 就是他跟食客挑剔不挑剔 还有太大的关系 而且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我觉得 我们几个国家不同文化 对吃的 有时候的态度不太一样 比如说 我刚才之前提到 为什么我有一个朋友 他要办那种三星米其林 美食团会失败 我觉得 那原因很简单 因为比如说他 他自己也觉得很难堪 比如说他花了很大力气 在什么巴黎西班牙 定的都是最顶尖 很难定的那种 就可能一年前要定好位 然后排满了 一天一个 一天一个 然后每天去那团人 就大吵大闹 然后觉得特没礼貌 这个就先不说 主要就是客人们也都不满意 就是菜上的这么慢 一天都快吃个四五个钟头 还不让闹 怎么样 然后也没吃好 主要是觉得不好吃 那后来所有人都不高兴 餐厅不高兴 客人也不高兴 后来我刚才总结分析 什么原因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们中国人现在吃饭 整个吃饭的态度跟方法 和你刚才说的日本 和欧美不太一样的地方在哪 就比如说我们饭去一桌 我们围着一桌 菜都摆在这 我们下筷子 我们是整个状态是随我们的性的 对 比如说我现在不说的话 先放在筷子 吃两口 随时夹 这顿饭可长可短 你可以一个钟头吃完 能够五个钟头吃完都行 老外那个菜跟日本那一套还怎么样 他一道一道来 你不能这么说 我放下筷子 对 然后我去隔壁 这个就 小心 这个在中国是最 没错 我刚去那个石家庄 我老家 对呀 说搞成人 基本上是说你坐一下 我旁边有几个朋友 我回来就是 就这样子吗 那你说说看 那人家人家十几道菜一道一道来 那怎么等 怎么办 然后变得就很尴尬 比如说你这个人老起来敬酒 然后满足人这道菜吃完了 就等你了等半个钟头 然后还 我就说这牵涉 这整个文化态不一样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 老外他们吃那个米其林餐 或者是日本你说去什么什么吉兆啊 这类 他们带的那个态度是像听古典音乐会 很神圣 对我全天几乎就不干别的事 我就等着晚上这个事 对 然后去的时候那跟我们的态度 我们吃饭对我们讲我们该轻松 他恰恰很不轻松 他非常严肃紧张 然后整个舌尖整个人那个状态极度紧张 对 而且你看现在那种西所谓的分子料理 或什么很精致的那些东西上来 他一道菜里面十几样材料 很丰富的做法 那必须你高度注意你才吃得到东西 所以呢就刚才这个陈老师讲这个饭局啊 你就说明中国人很多人讲究啊 就是比如说功夫在室外啊 或者说什么什么之意不在酒啊 咱们这意思从来就不在这事本身 他饭局呢 他跟个眼睛瞟着这姑娘的 对吧 他哪是食而不知肉味 你说这意思啊 就像很多 有时候咱们在那个高级西餐馆 你觉得他真是像看演出 他欣赏一个演出 就整个是一个那样的品味 但是 大家会讨论这个食物 你知道就说 咱们就是不是说非要高消费 而是说呢 很多时候你比如说酒店啊 对于很多富豪来说 后来我发现啊 他真的没必要住什么酒店 他往往啊就一带创业 这种洗脚上台的农民 他一直到今天保留着 他比较粗糙的生活习惯 对他来说真的哎 你住那五星酒店就糟蹋了 他是睡招待所一样 他是睡招待所一样的 你知道他因为他根本有个床啊 硬啊软啊 你看很多人是感觉不到的 他是多 你你同样很多时候咱们在饭桌上 这个吃吃饭的时候 我有时候觉得 哎呦 那么美好的 按说有的老板们吃饭 在香港 那这一顿饭 甚至能吃出十几万去 可是我都替他们可惜 他们就在这这个工手交错 哎呀哥们 怎么怎么着最近我要挣了几个亿 你要不要喝一个 我们都是 稀里哗啦 他吃什么了 你我那天有个 我有个朋友的这个儿子 我这朋友有五十多了 他儿子爱喝威士忌 嗯 他放了威士忌 结果呢他领我们到他家 光光光就把这个 哈哈哈哈 结果他儿子回来冲着我们这帮老头啊 嗯 骂了我们一通 他让你们喝我的威士忌 后来他儿子说 我不是不让叔叔能喝 嗯 你们不懂 嗯 就是你们都就是我是苏格兰弄来的 多么好的 你们完全品味不出来 你们就糟蹋了 嗯 我现在觉得很多美食就是这样被糟蹋掉 而且还有就是背后大家对厨师态度啊 对 也太不一样 太不准敬了 是吧 十间之后 现在现在好 现在好多了 现在好多 我觉得他们这真是大功德 嗯 你比如说像你刚才说我们不会谢谢厨师 或者我举个例子 有一趟我请一个朋友 啊 几个朋友来香港找我 我请他们吃饭 那有几个是演艺圈的 演艺界的 那也是露脸的明星或什么 好也吃饭 然后呢 我给他们挑了一家很好的一个餐厅 那个大厨呢 是一个已经最近几年不做了的 就那几天他回来做 认识 是香港人人敬重的 就粤菜里面 香港粤在顶尖的大师 好吃完饭出来 然后看到我 他是因为认识我 他说哎 又来好久不见 来跟你拍张照 他说哎 这几个朋友一起来 他就不太认识那些大陆明星 但那些那几个同桌让我很尴尬 他说哎 马上他的经理人就上 你这个不会放微信吧 你这个不知道 因为他的整个概念是 你厨师跟你合影 是不是一个你打算 要踢在墙上 要踢在墙上 他就没想过 这人对我们像神一样 就我们那个态度是这样 就比如说我有一次 我们在欧洲也是碰到一些 就是说这是一个哪里的三星大厨 多牛逼多怎么样 是我们该抢着跟他拍照 而不是反过来 就整个概念 这里面对厨师概念太不同了 我我有两次在大东看到国外的元首 一次是奥地利 一次是瑞典 吃完饭到后处去送下礼物 但是我有时候在北京 或者在中国很多地方 就有一个现象 就是一个为什么一个餐馆 吃吃就突然不好吃了 这个最大问题 我觉得是吧 我有时候吃到 吃吃做人怎么变味了 那我要我想说一个 我想说一个话题就是 其实做美食和做生意 是违背的 用两个劲儿 你拼命的在做美食的时候 可能你就是没有钱 或者说你的价格就是特别高 而且你做了美食了 来的人特别多 在拼命的在等位的时候 你就想 我为什么不在 破大店面 对 开分店 控制不了 控制不了整体的 没错 很多是可能和餐饮 关系不大的东西 比如说 这个人做菜做得特别好 他那个 那个凤凰客的 栩栩如生 对 最讨厌 最讨厌 我也参加国外的这种美食的评选 人家说 这第一名就给中国 你说这多费劲啊 弄这一个大碰碰 弄弄弄半天 我们我们从第二名开始评 哎呦 所以这就是过去我们河北有句话叫驴粉袋表面光啊 就是全全是表表面的功夫 我一碰到那种餐厅给我来个雕个龙雕个封锁 我就知道完蛋 就是你你把功夫画在这儿 就是我们那个排场啊 我是不是跟我道德的有 咱们在北京的那个时候说我去吃炸酱面 好家那排场得18里长 从门口就是哈 您您您贵姓啊 我比如我姓豆 豆爷一位好家伙 二道门三道门一路喊过去 船大啪啪啪 你过了18道门 到一小包店 一碗炸酱面 就那炸酱我觉得就跟那个凝固了的一道 我都知道你说的是哪家 一面都搬 他妈的搬不动呢 就这一个个穿的都跟太监似的 好再来碗汤 但是 所以我很想我很好奇 我就因为我在北京 我待在北京 但我很少出门吃饭 我不是在我们公司里头自己食堂 我就甚至今天堕落到林院 就在酒店房间点餐的地步 为什么 我不知道上哪吃饭 所以我除非我要多少机会 跟他们吃饭或怎么样 因为我觉得太难 就你在北京明明是首都 明明各地方的人都在 明明理论上各种资源 包括财富也在这儿 但是我就发现很难找到一家就 就你在街上碰啊 很难碰 失败太低了 太低太低 但是南方就好得多 南方好多了 我跟王三彪给我 有一次打电话 他在成都 我就 我问他住哪 他住那地方我根本就不知道 我说你现在下楼 你往前走 前面有没有餐厅 他说有 我说你去第二个那个餐厅吃 他回来还写了一篇好长的博客 他叫做小青推荐的这个真好 就是他那个秘籍程度就大了 太大了 我感觉到你这个言谈话语之间 似乎你是不是觉得北方人这个口味上比较糙点 南方人相对细腻 这个是从这是从汉代就开始了 这个汉朝把都城建到了长安 但是你看汉朝的葛建雄老师做的那个这个人口图 你就知道 南方人好多 GDP在哪 在在长江中亚有地区 这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一年一熟就是从就是美食和农耕文明 对离不开 那一年一熟和两两年三熟和 一年两熟 他确实是差了太多的橙色 他这个分析有道理 所以一般你包括这个什么南方的这个江南 你说南方文人 他意味着更细微的更细腻的感觉 对啊 而且我觉得哪怕就是在你传统上说不叫很富裕的地方 你比如说我们南方比如说潮州 你是很难找到难吃的东西 潮州是一个就是如果一个中国的说 他是美食家他没去过善斗 那他就不是更不就不叫美食家 因为他是遗留了中国就是相当于开封下面 没错 他有很多这个基层就是就是呃 比如说余生这是秦朝的时候就这样的 比如说肥酒这是宋朝的 比如说这个这个雪哈 这是宋朝的你都你都能知道他一层一层的全都有 哎那您说我们吃到的和他们古代吃到的味道的是味道是一样的 肯定有差异 这个有专门做这个这个我们今天讲这个肯定就肯定都呃就就他就讲复杂了 但是他是一块特别宝贵的孤岛 对就汕头是中国美食的一个特别宝贵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那个芋泥汕头那个甜的呀就行 而且而且今年肯定我觉得17年中国又要搞坏一个东西 我担心就以前不是每年我们一个饮食潮流吧 嗯从小龙虾到哦 所以我也知道你说的肉对 今天炒肉牛丸的我就觉得这里边有阴谋 这个嗯一个切肉丝现在三万块钱一个月啊 嗯嗯 是比我工资高 你觉得这是什么阴谋呢 我觉得不不这个炒到这么高了就不自然 就不是特别自然了 而且呢这里边有太多的水分 嗯就是像像我们可能吃的多一点我会知道 这个肉是从汕头来的嗯 这个这个是黄牛肉的味 嗯这个牛肉是河北的牛肉 哦不一样就不一样 其实价格差的非常非常多 但是咱们卖的时候反正也都是分块切的 鸡里大致都一样 这个里边的水水太深了 所以真的你说的太多了 去年把重庆小面搞坏了 彻底搞坏了 对